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随着齐楚晋 先后崛起 当年牛哄哄的鲁国完全落后了 不过正如我们以前和您说过的一样 鲁国的落后是迟早的问题 因为他用人的体质是任人为亲 而不是任人为贤 这个以前和您分析过了 在齐桓公那个年代 既有杀死庆父之后 就开始执掌鲁国国政了 那个时候国际形势还不太复杂 鲁国别的都不用想 一门心思跟着齐国混就好了 到了后来既有去世了 张文仲就成为鲁国的政亲了 张文仲 鲁国公主鲁孝公的后代 说到他就不妨为您讲讲 赃性的起源 鲁孝公的儿子 名区 就是区赶的区 四驱车的区 字 子赃 被封在赃地 这个地方在今天山东省境内 他的后代就以地为姓 姓赃了 鲁孝公 他的儿子就是鲁惠公 鲁惠公有个儿子名新 字赃 他的子孙就用他的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也称为赃氏 所以说来说去 赃性实际上都来自于鲁孝公 只不过有一个分支来自于他的儿子 另一个分支来自于他的孙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赃性其实出于周公 始祖应该姓姬的 后世的赃性虽然不多 但是名人却不少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近代的诗人 赃克嘉 还有的就是那个著名的经常惹事的流行歌手 赃天朔了 刚才我们也说过 鲁国用人的制度是任人为亲的 所以请记住 在鲁国如果不是根正苗红的公族 基本上就不会有前途 汇认字之后 大家都先看看自己家的户口本 如果在姓那一栏不是一个姬字 那么你就老老实实的当劳动人民吧 想也不要想能混入上流社会 张文仲在鲁国历史上 算是一个想当当的人物 属于鲁国改革派的代表 眼瞅着习国自由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 张文仲就下令鲁国改革开放 怎么个改革开放呢 就是实行自由通关免除关税 这一点历经几千年的考验都被证实是有效的可行的 你看看现在免除关税自由通关的地方 通常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比如说香港 所以这一点法宝真是纵贯古今啊 由于鲁国历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 当时张文仲这么做是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的 直到张文仲去世以后 另外一个历史人物 孔子还说张文仲有三不仁 其中一条就是废六关 也就是免除关税 连孔老爷子都认为 免除关税是不可饶恕的不仁之举 可想而知 张文仲当时这样改革开放 是受到多大的压力 不过张文仲坚持下来了 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年鲁国大汉 按过往的规矩啊 这个时候就得烧死两个人 一个人是巫师 一个呢是一种畸形人 是挺胸仰面的那种畸形人 烧死这两个人祭祀老天 请求天赐雨水 因为民间认为 就是这两人惹怒了老天爷 才不能下雨的 但是张文仲没有这么做 他决定废除这种方式 他说 其实如果老天爷针对他们不满的话 就不会让这两种人出生了 对不对 所以不下雨 不是因为这两种人 实际上是一种天灾 所以想要抗旱旧灾 不靠天 不靠地 一切得要靠自己 而且他说到做到了 当年鲁国政府就压缩各项活动 减少各类开支 全力支援农业 到了当年年末的时候 收成虽然不好 但是还过得去 鲁国并没有因为干旱 发生粮食危机 另外有一次 在鲁西宫的时候 鲁国发生了饥荒 于是张文仲来找鲁西宫来商量对策 建议用自己国家的宝物 去邻国换取粮食 鲁西宫一听 没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 宝物没有用 也不能填肚子啊 于是就派了张文仲 去齐国借粮 张文仲为什么要主动请鹰 去齐国借粮呢 想吃回扣啊 那年头还没发明回扣这概念呢 那为什么张文仲这么主动呢 当时他的家臣就问了他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张文仲是怎么回答的 国语中记载 贤者疾病而让一意 居官者当事不避难 在位者续名之患 是以国家无为 令我不如其 非疾病也 在上不续下 居官而堕 非是君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贤明的人 应该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让给别人 当官的 应该不必危难 担当责任 领导者 应该体恤百姓的忧患 才能治理好国家 如果我不去齐国 那就是逃避责任 管理国家 却不体恤百姓 当了官 又懒惰 不管事 这样侍奉国君 是不合格地 于是在这里 我们又有了一句成语 叫疾病让疑 这个成语呢 就来自于张文仲这里 意思就是说 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让给别人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张文仲到了齐国以后 用鲁国的宝物 向齐国求购粮食 在这个时期 齐国还是齐桓公和管仲那一段 他们被张文仲的诚意打动了 所以没有收下鲁国的宝物 把粮食借给了鲁国 轻货和重民 张文仲这种思想 尤其宝贵 那么张文仲 为鲁国制定的是 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呢 中文仲这种 bicycles 哦 腿们的 Disk 一副相随美丽身影 心里决绝的拥挤 被更多的你 争取 温柔情和慧弱是眼睛 身体每根弦都锁紧 世界突然冷静 我是听见自己 呼吸 原来接受谎言 比痛苦容易 心中颠峰 跌落过地 以为有你就可以 有幸福权利 以为有你就有力 以为有爱就有力 让沙漠变雨淋 以为有爱就有力 我冰封的灵魂 等不到奇迹 要把昨天忘记 我冰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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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痛苦容易 我冰封的灵魂 我冰封的灵魂 等不到奇迹 要把昨天忘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